多明星也是晾妆登场,争其斗艳,各路明星的表现也是砍点十足,其中,迪丽热巴一身黑色长裙登场,也是吸睛无数,而在此次的颁奖上,迪丽热巴也是凭借三生三世获得了年度最巨人气电视剧女演员一奖,现场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,不管怎么说,热巴性感镂空黑色礼服,也是别有一番风情, 果然是小姐姐长得好看,穿什么都好看 不得不提的是,张艺兴凭借专辑师获得了年度专辑奖,在谈集获奖感言的时候,张艺兴更是直接贵问舞台感谢粉丝,而对于张艺兴如此疯狂的行为,粉丝也是表示,我就是喜欢他这个样子,一个动作也得大家疯狂热意上热搜, 舞台上生怕他一个激动又做出什么我们想不到的事,采访的时候还是那个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的小傻子,这就是为舞台而生的人,舞台上的Drama Queen采访中的Sweeted他的这种反差萌,也是一直特别吸引我的点,但是对待音乐的态度,我想这更是为什么张艺兴,能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啊。 而之后获得的年度女歌手的周比唱一番获奖感言,也是直接发闺蜜杨幂Q了一波,在周比唱上台之时,身穿驼色连体衫,在感谢完主办方腾讯,粉丝之后,感谢闺蜜杨幂借打底之恩,而被Q的杨幂完全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出,露出了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, 这个颇有几分塑料姐妹花的感情,此前在明日之子的比赛中,杨幂就邀请周比唱来参加帮唱环节,可以看出两人闺蜜感情不一般的好,网友也是直评,真的是耿直的唱唱啊。 最后小编还要再提一下毛不易,对于此次参加星光大赏,拿到音乐新势力,毛不易表示,很荣幸能参加星光大赏,荣誉受之有愧,感谢前辈们的照顾,感谢公司的包容,感谢兄弟们的扶持,感谢工作人员的关怀,感谢你们的爱。 小编,毛老师真先虚,希望以后更多好作品,期待,小编就暂时先给您盘点到这了,微博热搜没有说完的,咱们接着说,你家爱豆也在吗?